你你今天 你笑起来 今天我感觉 叔叔好久没见你了 不要说这些了 哈哈 好尴尬呀 尴尬什么呢 哈哈 尴尬了 啊你把什么都在拍啊 啊妈妈啊这啊 我去吗这 我这么给你拍啊啊啊啊 啊啊啊这 有听得到我说话了吗 听得到呀 叔叔我看一下你在吃啥呢 今年我吃很多好吃的 这个是米饭 然后呃吃这个菜 这看了没有这个有辣椒的 这个很好吃的 这个有肥肉的 我想看 看一下你有没有好好吃饭 这两天都在吃饭呀 都在吃饭 嗯 看吃吃了吗 对呀 哇我直播间好多人呀 你叫我今天中午开直播和他们聊天 他们好多人来看我了 对他们都是叔叔的朋友 都是你的朋友吗 对 好多人来看我了呀 你在服务区你是去哪个城市吗 哎叔叔 嗯 嗯出差呢 出差呢 出差呢 然后现在服务区停一下 好吧 你不信你问咱们家我们这些粉丝们吗 他们都知道我 他们很多人给我发信息说你今天来找我 给我惊喜了 没有你听谁说的 你不信问他们吗 来咱们直播间的粉丝们哈 你们都知道我今天是出差对不对 他们说的 你不信问他们吗 我我是去出差我没有来找你 对不对 我是去出差对吗 来咱们直播间的粉丝们 说啥呢 你们一天天给我漏蟹 昨晚怎么答应我的 啊 直播间的粉丝们你们昨天怎么答应我的 你不说怎么答应我的 你们说怎么答应我的 怎么答应我的 告诉我呢 今天啊啊 嗯 哼 叔叔好久没见你了 对呀一个星期了 今天终于见早了 我你叫我开的 不然我都 不知道说什么了 那你 叔叔问你一个问题 可以吗 你 这几天的话 就是 就这几天嘛 这个毛孔 因为叔叔前段时间哈 随时都来找你 基本上隔一天 隔三操五都来找你玩 然后当然前几天 叔叔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找你了 嗯 你 习不习惯 我家 我家里还有人呢 啊 你家有人 我我我习惯呀 啊 习惯啊 习惯啊 习惯 你是习惯叔叔来找你还是习惯一个人 啊 习惯吗 习惯了 哎 哈哈 哈哈 太多人了 他们都在 都在说啥呢 八千多人 我都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啊 秦连 嗯 因为叔叔平时很忙 那 如果你有时间 你会 抽时间 你平时 你去大城市去的很少吧 一般 那你 会不会 我知道你你肯定待在大城市也不习惯嘛 那如果有时间你会不会 嗯 就是说 你有时间你会不会 比如说真的叔叔很久很久没来了吗 比如说以后过个几个月叔叔也不会也没来找你 那你会 有时间 会来到大城市里边吗 啊 你你会来找叔叔吗 好多人呀 我好紧张呀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一万人了 天哪 哼 我的 我叔叔就是说 这个人真的多的有点让我吓人了 哼 对啊 一万个人 哼哼 我说 那那你会来 会想着来找叔叔吗 如果叔叔真的 可能过一个月也没时间来找你 叔叔今天也是去出菜 很忙的 然后现在抽个时间在服务区给你打了这个鱼鱼 那几年 可能叔叔最近 近几个月都不会来找你 那你会来到大城市来找叔叔吗 嗯 嗯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不知道怎么说 太多人了 天哪 一万人 太吓人了 谢谢啊 我给他们说一声谢谢 因为今天说实话 我这个 我 等一号 叔叔 叫我中午给你们开个直播和你们聊天 看看人真没这么多 刚才只有开播的时候 刚才只有开播的时候就两千多人左右 因为今天开这个直播呢 是因为 叔叔叔给我说有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们喜欢我 然后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我也感受到了 因为我每天收到很多私信 都是五湖四海的 很多都是喜欢我的 这样啊 就说非常感谢在直播间每一位 一直默默在给我点赞的 就说我也非常的感激 我也不要你们的礼物 你们自己拿去吃 好 今天和你们聊聊天 相当于交个朋友嘛 我就是 呃 很多人因为 叔叔 我们两个也是一次偶然 但说叔叔是 他肯定是大城市的 我就徒收徒长 我就是这样马鞭的人 我的腹口都是马鞭的啊 就说很多人 肯定是看见 就是说一直都在关注我的 然后你们非常感谢 也希望你们以后来我的家向完 你们很多人叫我天天开直播 天天开直播 我真的没这么多时间 因为我天天开直播的话 我工作又不是直播是不是 我在家平时也有事 你们 就说今天 见到也是缘分 支持我的 我也是非常感激 然后我呢 我永远做好我自己 就是说我会加倍努力 让支持我的人 一直都 就说 不忘初心嘛 不会让你们失望 感谢啊 然后也感谢叶叔叔 就说非常感谢叶叔叔 也帮助了我很多 就他们都说 很多人说叶叔叔 我们两个差距很大呀 什么的 说叫我 向叶叔叔学习 什么的 就叶叔叔叔 我们两个也认识 就一个月吧 叔叔是不是 对 对 对 叔叔我们俩就认识 一个月